哈喽朋友们 看到我 有没有那么点 小激动呢 哦不不叫看到我 应该是听到我的声音 有没有点小激动呢 今天这个微博啊 比较特殊 今天一点脸都没露 为什么不露脸呢 肯定很多人就会问了 那么我就在这 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那是因为 我嘴巴旁边 长了个痘 我就不想拍视频了 我觉得拍视频 肯定不好看 而且最近 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 嘴巴旁边长完了之后 嘴巴旁边笑下去了 眉毛那边又长一个痘 眉毛那边笑下去了 嘴巴这又来了 搞得跟一个循环了一样 非常痛苦 为什么今天来发这个微博呢 那是因为 我以为 我今天回来了之后 刚刚回来 我以为我三天前才发了微博 我说三天没发微博 应该还好吧 结果我一打开手机一看 我天怎么 怎么都一周了 有一周了吗 好像有了吧 我记得好像 这个上一条微博 好像还在昨天呢 就突然过去了这么多天了 确实没想到啊 确实 不过你们还是要理解一下我呢 毕竟这段时间嘛 这个脑子都已经混乱了 完全没有这个时间观念了 我都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了 已经 所以说这个最近发微博比较少啊 你们还是要稍微理解理解的 之后我们这个慢慢慢慢慢慢发嘛 我呢 其实是有那么一个小想法在我的脑子里的 但这个小想法呢 就先不告诉你们了 如果有空呢 我可以落实一下我这个小想法 但如果没时间的话呢 我们就之后再说吧 所以呢 就是大家不要期待啊 不要期待 期待一会儿啥都没有 一会儿又又来找我 啊 为什么没有呢 那我只能说这个 我都说了嘛 让你们不要期待 所以说如果 如果有这种 我的小想法能够落实的话 我会 你们就看看就好了啊 没落实的话就等以后吧 还有的话就是 我 我我我我最近一定要早一点睡觉了 今天才看到说那个晚睡的危害啊 这个还是要还是要早点睡觉的 各位也是啊 我们要放下手机 尽快睡觉 我们要有一个 好身体 早睡早起身体好 确实 不然这个每天早上起床 我都感觉太煎熬了 躺在床上就不想起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床就好像有魔力一样 把我锁死在了上面 我马上要去洗澡了 洗了澡就要睡觉了 我突然想到 这个你们 我我本来就刚刚回来 我就突发奇想嘛 我一看到 哎呦 这么久没发微博了 我就说来给大家 录一个 这个说话吧 其实就是来来找大家聊聊天啊 也不叫聊天吧 反正就是我单方面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废话 哎呦 一看现在都四分钟了 你们都听了我讲了四分钟的废话 我又浪费了大家宝贵的四分钟的时间 哈哈哈哈 呃 你们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每天 这个抽出那么 一些的时间啊 我来给大家 这个聊聊天 但是到底是 给各位拍拍视频呢 还是就说说话呢 可能就要看 当天的这个时间的这个 充不充沛了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 扣个一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愿意 嗯 如果不愿意的话呢 那那就 那就憋着 都憋着 呃 其实也看你们啊 你们看你们啊 你们要是不愿意的话呢 就就那个 就就就不用催我发微博了 哈哈哈哈 多好的事啊 嗯 就看你们吧 然后 就是大家早点睡觉啊 睡觉 我要去洗澡去了 你们也早点去洗澡睡觉吧 晚安 晚安 我们 这个洗了澡之后 我再来看一看 你们有多少人 想想要这个 让我来找你们 这个 说说废话啊 聊聊天 浪费一下你们这个 宝贵的四五分钟时间 哎呦 我刚刚是不是押韵 还押上了 哎我真牛 好了好了好了 不给你们扯这些 没用的了 主要是我要去洗澡了 太晚了 就这样了啊 拜拜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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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